暑假到了 这里却是越来越猖獗 就是彰化花檀香的性交易一条街 好被居民哦 大骂根本警察你没在抓嘛 警方非常的生气 施铁腕24小时呢来站缸 这个只要碰到有巡方客 马上呢就逮回警局来问了 一度还想攻坚哦 要冲进隐身民宅里头的性交易场所 不过业者更嚣张了 铁门一关 直接把警方挡在外头 前一天警察踩来巡逻管切过 年轻的辣妹一样穿得很清凉 短裤加上蕾丝小可爱 就这样大啦啦的坐在橱窗内 还不时伸出头来 看看有没有客人上门 没过多久 有两个客人出现了 走路还一搏一搏的 有点不方便 这两人完全无视 前一天警方才刚来击查过 竟然还敢上门来消费 在车上埋伏了一个上午 抓紧时机 警察赶紧冲下车逮人 被逮到的男子真的好尴尬 赶紧辩称自己只是来喝茶的啦 真的没有什么事 那近期所看到的旗游围章 是后续业者再重新加盖的 这个部分只要完成程序之后 县府会展现公权力的决心 尽速拆除 警方从13号下午 就开始加强巡逻取缔 没想到这群年轻辣妹 继续光明正大开门做生意 根本没在怕 中级新闻江华陈门会报导 好 相关这些